南投市神木社区举办收东戏客家传统戏曲演出的活动 吸引数百位客家乡亲前来参与 神木社区也准备了丰富的客家美食与乡亲共享 欢庆一年的丰收 我们这个神木社区一年一度收东西 从以前我们在神木村的时候 这个都是我们比过年还有一个很盛大的盛世 当然我们今天已经千春到这个神木发展协会这边来了 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延续下去 这一次平安戏也要做客家大戏 然后我就找了我们的居民 也是我们的那个议会秘书长陈国中先生 当然也请他跟我们帮忙 还有我们的客委会 然后来协助我们 看我们来怎么来办这一场 一年一度的盛大的那种事情 不要让他断落 让他持续的一直流传下去 县议员曾正也表示 收东西是客家人传统文化 不但场面相当热络 也准备许多美食来与乡亲分享 这差不多将近百分之百都是客家人 我们南岛官所有的客家人 有差不多将近八万的 我说占的比例也是相当的高 我们的客家的客家协会 所有的客家 客家人就是唯一的特色 他们的有相当 有这个抗压性 而且群俭持家 这两点是值得我们当今年轻人所要学习的 县议员蔡宗司也指出 收东西是客家族群相当重要的文化 也是盛事 相当感谢许多单位对于辞职活动的用心 这什么社区呢 我们今天来基盘就收东西 这算是一度的 他们客家人的一些习俗 10名的重点 11点就来这儿参加他们的困难 到驾立 还来参加到他们 拼借到我们台湾上的客家大使 来与我们什么社区 来与现场表演 也很感谢到我们文化局的大力配合 真感谢所有相关的单位 来为到这次 我们神木社区 要来基盘收东西的客家大使 大家都很努力 收东西对于客家族群来说相当重要 在经过莫拉克台风后 神木村也牵村到目前的南投市神木社区 而为了传承客家文化 因此特别办理收东西的活动 现议员曾正妍 蔡宗志 南投现议会秘书长陈国中 也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 能够将传统客家文化永续传承 记者邱平一 南投采访报道